本周节目由米其林冠名播出 米其林创新不止于道路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各位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6月24号 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依 苹果为什么要在欧盟地区暂缓推出AI的相关功能 TikTok提交给法院的文件 透露出哪些新的信息 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也就是我们的清解读时间里 今天要来关注一下周大福 不知道你最近这段时间逛过金店吗 今年以来国际黄金的价格不断波动上涨 但是3月到5月期间 国际黄金的现货价就已经累计上涨了20% 那相应的 国内各大品牌金店里的挂牌金价也跟着一路攀升 然而黄金市场的热度在重新高的大背景之下 知名黄金珠宝品牌周大福的业绩 却并没有随着金价的上涨而高速增长 先是6月初 传出了周大福深圳工厂停工停产的消息 随后他们最新公布的经营数据也显示 周大福在今年的4月到5月 他们的销售额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 业绩公布之后 周大福的股价也一度下跌了超过10% 那么为什么金价创新高的情况下 黄金珠宝商周大福的生意就更难做了呢 今天我们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苹果暂停在欧盟推出人工智能技术 并在中国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根据彭博社6月22号的报道 苹果公司在上周五的时候宣布 由于担心欧盟数字市场法案 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 将暂停在欧盟市场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和其他的相关技术 彭博的分析认为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功能 会怎样违反数字市场法 但是苹果延迟发布相关技术 可能会让欧盟的消费者 向监管机构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苹果正在与百度阿里巴巴 中国的初创公司百川智能等等公司谈判 想要为自己的AI服务 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今年1月 三星在中国市场推出 Galaxy S24的时候 百度曾经负责提供搜索 文本汇总和其他AI功能 AI照片编辑功能 则由美图提供 TikTok向法院表示 剥离法案实质上是禁令 6月20号 在起诉美国政府之后 TikTok向法院提交了大量文件 阐释了剥离法案 违反第一修正案 侵犯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 TikTok在文件当中表示 剥离出售的选项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TikTok是一项庞大的全球服务 拥有数亿用户 建立在数十亿行计算机代码的基础上 出售之后缺乏相关的开发人员 而且如果把美国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割 那么TikTok对全球广告商的价值将直线下降 无法与其他社交网络竞争 此外中国的法律也不允许算法的出售 另外TikTok提交了上百页 与美国政府沟通的文件 展示了过去他们和政府合作 避免被封禁的努力 他们为了保护美国TikTok用户的数据 已经投入了超过20亿美元 并且给了美国政府在紧急情况下 直接关闭TikTok服务的权限 不过这份协议并没有被美国政府接受 并且双方的谈判在2022年的8月就结束了 华为发布不再兼容安卓应用的鸿蒙系统 6月21号华为在开发者大会上宣布 正式向开发者和部分用户 提供下一代鸿蒙操作系统的测试版本 这个版本的鸿蒙操作系统 只能运行鸿蒙的原生应用 不再兼容安卓应用 华为终端董事长于承东表示 用户使用时长比较多的前5000款应用 大部分已经启动开发 有超过1500家已经完成了上架 财新的报道显示 2019年8月 华为在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之后 正式推出鸿蒙 然而仓促上场的鸿蒙 有很多功能还不完善 华为因此采用了双框架系统 使系统既可以运行鸿蒙原生应用 也能够兼容安卓应用 彭博社认为2023年8月 搭载了华为自研芯片的Made60系列开始售卖 这款手机帮助华为提升了手机市场的份额 在这之后 华为才将鸿蒙系统 脱离安卓应用生态提上了日程 大多数企业在去年年底 才开始开发鸿蒙原生的应用 Mana店员每天咖啡制作量 大约是250杯 最近Mana咖啡的店员和顾客发生的冲突 引发了网络热议 根据界面新闻6月22号的报道 Mana一般会按照门店业绩来分配人手 日营业额在6000元以上的门店 才会分派两个人 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20元的客单价来计算 一个店员可能每天要制作250杯咖啡 平均算下来 他每三分钟就要制作出一杯咖啡 Mana咖啡成立于2015年 至今已经获得了五轮融资 投资方包括字节跳动 美团龙珠 淡马西和今日资本 2021年6月的最新一轮融资之后 Mana的估值达到了190亿人民币 他们也开始在上海 以及全国范围内加速开店 Mana的官网显示 目前他们有500多家直营门店 并没有开放加盟代理 界媒新闻的分析认为 Mana的扩张 只是国内咖啡行业的一个小小缩影 昔日星巴克一家独大的寡头时代 已经被瑞信 库迪等等品牌掀起的价格战打破 国内咖啡行业 正在经历一场 扩电狂飙和价格内卷的激烈竞争 艾美咨询的CEO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Mana咖啡店发生的事件 是行业竞争压力的直接反应 价格战不仅侵蚀了品牌的利润空间 甚至导致无利润运营 这种情况对员工收入和服务水平 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 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 马上和你来聊聊 为什么金价越涨 周大福越南呢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解读 随着国际黄金现货价格的不断上涨 零售市场上品牌经典的挂牌金价 也一路飙升 从去年10月到今年5月 周大福黄金饰品的价格 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 就一度暴涨接近300元 达到了每克740元 但是就在首饰金价创新高的同时 周大福最近却遇到了不少麻烦 月初的时候 周大福传出深圳工厂停工停产的消息 对此他们官方回应表示 那是为了应对市场变化 将深圳工厂迁移到了广东顺德 但是36克的分析指出 周大福牵厂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可能是金价高企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不仅如此 周大福最近的业绩也出现了明显下滑 今年4月和5月 他们的零售额同比减少了两成 并且是中国内地和港澳等等 其他市场的业绩双双下降的情况 门店方面 由于今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没有达到预期 周大福不仅在内地关闭了89个零售点 而且也大幅度地削减了原有的门店扩张计划 按理说 黄金市场火热 应该能够带动周大福等等黄金珠宝商 获得更高收入的 但是为什么周大福的业绩反倒变差了呢 原因之一 金价过快上涨 导致黄金借贷合约出现了亏损 由于黄金的周期性很强 价格会实时波动 所以周大福这种长期做黄金生意的珠宝商 会和黄金储备比较充足的银行签订黄金借贷合约 以此来对冲金价变化可能导致的亏损风险 那所谓的黄金借贷合约 简单来说就是珠宝商 从银行那里借贷一定数量的黄金 用于他们日常的生产 后续等到了约定偿还的日期 再按照这时候的金价进行偿还 周大福官方就曾经表示 他们五到六成的黄金 都是向银行借贷而来的 剩下的才是自有的黄金存货 这样做的好处是 当金价在黄金借贷合约期内 就算是出现了上下浮动 只要变化不是特别大 周大福都能够尽可能地降低 他们赔钱的风险 比如说在金价小幅下跌的情况下 虽然周大福手里的黄金存货 会因为贬值伤害到销售利润 但是同时根据借贷合约的规定 他们需要还给银行的钱也就变少了 并且还能够从中赚到一部分的差价 最终这样一来一去算下来的话 亏损和盈利就可以相互抵消掉 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收益的稳定性 但是根据美银证券的研究报告 这次由于金价在短期之内的上涨速度 实在是过快 所以最终导致周大福 在截止今年三月底的过去12个月的时间里 他们的黄金借贷合约出现了 大约23亿元的未变现亏损 也就是说如果要向银行还款 那么周大福将会亏损23亿元 是上一个财年的1.5倍左右 这也导致周大福的毛利率 下滑到了接近10年来的新低 另外由于金价处于历史高点 为了防控风险 商业银行可能还会提高 黄金借贷合约的利率 而这也可能进一步地加大 周大福在合约中的亏损可能 原因之二 金价上涨 抑制消费者的购买热情 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全国黄金消费量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大约6% 但是具体来看 这一增长主要还是由 金条金币等等产品的消费量 强劲增长所推动的 一季度金条还有金币的消费量 同比增长了将近三成 与此同时 黄金首饰的总消费量 反倒是出现了下滑 而周大福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恰恰就是黄金首饰 今年第一季度 他们85%的营收 都是来自于这类产品 黄金市场之所以会出现 不同黄金产品消费量 两极分化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金价飙升 使得消费者越来越看重 金条金币所具备的投资属性 希望更多的能够购买 这类实物黄金产品 来投资避险 但是相比之下 对于投资属性比较弱 更加偏向于消费品范畴的 黄金首饰 消费者们则会更加理性地 考虑性价比的问题 当首饰金价处于 四五百元左右 相对合理的水平时 消费量一般不会产生 太大的波动 而一旦金价上涨超过了预期 那么消费者的观望情绪 就会增加 从而导致黄金首饰的消费需求 也就随之下降 比如说今年四五月份 在首饰金价 一度突破每克七百元的情况下 周大福中国大陆地区 门店的黄金首饰类产品 他们的销售额同比下滑了 接近百分之二十八 另外金价的疯狂上涨 不仅对周大福的业绩 产生了负面影响 上个月底 另一大黄金珠宝商 周生生集团也表示 消费者的金氏购买意愿 不及去年 甚至在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 他们的整体销售 也意外出现了下跌 原因之三 下沉门店过多 影响整体业绩表现 摩根大通曾经在报告当中表示 周大福以特许经营为主的扩张模式 会显著稀释公司的利润率 进而影响盈利增长 周大福的财报也显示 截止到今年三月底的这个财年 即使是扣除掉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黄金借贷 未变现亏损的影响 周大福的整体毛利率 相比2020年的同期 依旧下滑了六个百分点 那在这背后就和周大福 最近两年快速在低线城市 开加盟店有关 回顾周大福的整个发展历程 虽然他们是在1929年成立于广州 但是后来迁往了港澳地区 直到1998年 才正式进入了中国内地市场 之后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 周大福逐渐覆盖国内的一二线城市 接着到2018财年 他们在内地市场的零售点总数 达到了2400多家 并且将近七成都是位于一二线城市 这时候周大福意识到 高线城市的市场已经日趋饱和 所以为了寻求进一步的增长 他们决定加快下沉的步伐 以加盟扩张的方式 快速布局三线及以下的城市 他们的财报也显示 到今年三月底 周大福在大陆地区的门店数量 已经是2018年时候的三倍还要多 达到了7400多家 其中将近一半 都是在最近两年开设的 并且大部分都开在了 三线及以下的城市 迅速在中小城市开设大量门店 虽然提高了周大福的市场覆盖率 和品牌曝光度 但是和加盟店的批发合作模式 以及当地门店的业绩表现 也影响了集团的整体盈利能力 周大福在下沉市场的门店当中 有将近八成都是加盟店 合作过程当中 周大福是以批发价 把他们的产品批发给加盟店的 这当中的毛利率本来就比较低 与此同时 下沉市场的消费能力也相对有限 从周大福的门店业绩表现中就可以看到 到今年三月底 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门店 虽然在数量上 占到了周大福内地门店的五成左右 但是这些门店 只为周大福贡献了38%的零售额 并且随着一个城市的经电越开越多 消费者也还在被其他的品牌分流 尤其是最近两年 像周大生 周生生 老凤翔等等多个品牌 也都纷纷在县城扎堆开店 关于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早咖啡在去年8月的一期咖啡豆中 也曾经专门提到过这个现象 而激烈的行业竞争之下 也就会进一步地影响到 朱大福的门店收入了 另外第一财经的报道指出 最近两年火爆的黄金珠宝线上直播销售 也对以线下为主的传统品牌珠宝商 造成了冲击 由于线上直播各项运营成本都低于线下 他们往往也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来吸引消费者 相比之下 传统品牌珠宝商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目前来看 金价过快的上涨 已经对周大福这样的黄金珠宝商产生了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预测 接下来黄金首饰的消费可能还会持续疲软 因此对于周大福们来说 要面临的挑战还没有结束 那说到周大福的话题 也想来问问你 你平时会出于什么样的需求 才会去购买黄金首饰呢 在避险投资方面 除了买黄金 你还尝试过哪些其他的方式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 我们早咖啡从今天开始 到这周五 我们都会在节目的最后两分钟 来和大家讲述几段 关于轮胎之王米其林的商业科技故事 希望我们可以用这五天 带你还原一个起于轮胎 也超越轮胎的创新先锋 感兴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收听之后 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米其林 让你印象深刻的跨界创新故事 你就有机会获得米其林齐聚人生盲盒 我们将会在本周节目的评论区 抽取十位听友送出这份福利 期待看见你的分享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监制Stella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设计 庆明 研究员 东京 实习生 李扬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提到米其林 你会想到什么呢 是可爱的轮胎卡通人碧碧灯 还是精致美味的料理 又或者是名副其实的轮胎之王 这些鲜明却又各具特色的标签 恰恰证明了 米其林的不断跨界和探索 在商业上实现了创新 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有趣的体验 比如为了鼓励人们更多的驾驶汽车 从而增加轮胎需求 米其林在1900年 也就是它创立公司的11年后 推出了米其林指南 内容包括了加油站 汽车维修铺 酒店和餐馆等等信息 随着使用的人越来越多 米其林指南也逐渐发展成为 餐饮界的权威评价标准 并在1931年首次开展 一到三星级的餐厅评价制度 成为了现在高端料理都竞相争取的 米其林星级 但仅仅在陆地上 已经不能满足米其林的探索欲了 它的创新扩展到了更多的领域 甚至来到了太空与海洋 十几年前 米其林就开始布局太空 为月球探测车 研发免冲气轮胎 来应对太空的极端环境 到了海洋领域 米其林在2021年 首次展示了它的冲气风帆项目 Wing Cell Mobility 简称Wisamo 这是一种创新的冲气式一帆系统 米其林希望 这种冲气风帆 可以通过风能 来提高船只的燃油效率 和减少碳排放 不过这一切跨界的基础 也都来自米其林 在轮胎方面的技术 米其林一直在坚持 提升轮胎的性能和安全性 延长轮胎的寿命和里程表现 从而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节省更换和修理轮胎的开销 也进一步地减少浪费和碳排放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 我们也会针对米其林的长里程 冲气式一帆系统 和月球车免冲气轮胎 分别做出更详细的介绍 带领大家从陆地到大海 再到外太空 领略米其林的无界创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